指的郵輪申請已經是再代備政府是否決了 但在這裏仍然希望向公眾、向記者說回 仍然在未來7.1會有不同的公民團體 會有不同的公委是願意繼續用自己的方法去發聲 會繼續在香港各區包括港島 港島 韓國有不同的團體會擺街陣 因為7.1這個日子 對於軍方的歷史來說 是所謂回歸的日子 土天同慶 但對於真正的香港人來說 這個日子是一個發聲的日子 我們這班公民團體在這裏希望跟大家說 我們會繼續在7.1這個日子是繼續發聲的 大家好 我是職工民的周委鄧傑王 我們這裏的街站會向公眾和記者宣布 我們職工民和幾個公會和社民民 將會在7.1這個日子繼續擺街陣去發聲 來到2021年的香港 我們失去的東西是越來越多 我們在街上的經濟發聲 好像我們職工民在過去半年擺的街上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些很日常的活動 但是在街上裏面我們感受到消逝中的香港的目的 我們街上的議題有很多種 各行各業逼一些從業員 逼員工打疫苗的勞工問題 有查冊收緊的問題 有香港政府修訂入境條例企圖所講的問題 亦都有紀念八九民運六四的死難者的街站 一天復一天 我們的街站遭受到的警暴警察的監控是越來越多 我們來到2021年本身 香港工會五一遊行的傳統再次被剝奪 六四維園的竹工晚會 我們的集會期待再次被剝奪 七一這個人民會集體發聲的日子 亦都是不可以再有遊行 來到今日 我們把這個街站連一個蘋果記者 一個可以報道我們這個街站的蘋果日報 都消世民 我們的手足一個一個是被送入監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放出來 我們公會的戰友 我們公會的戰友 民主派的戰友 只不過是參加初選 和參加和平的遊行示威 都是會欣慾數以連計 而時至今日 民主派也是降臨了香港 在一個這樣的世道裏面 幫我們擺街站 除了警察的問號 還有很多親友的問號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樣的呢 但是我們總共在一個這麼艱難的世道 我們希望給香港人看到 仍然是有一幫工會 我們職工民 省民的朋友和很多民間全體 會繼續在七一這個日子發聲 七一這個日子 對於政權來說 是一個普遍同性 香港回歸中國的一個日子 今年的七一 更加有一個另一個意義 對於政權來說 又是要逼我們慶祝 對於香港人來說 從來七一這個日子 是一個發聲的日子 我們只記得 七一 數以十萬 三十萬 四十萬 一百萬人 會走上街頭遊行 去發聲 不同的公民團體 會位置不同的議題去發聲 我們香港人 真正的香港人 從來都不會記得 朝早有什麼要慶祝 要活動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傳統 七一發聲 是香港人的傳統 是香港人的文化 去摸得走我們的蘋果日報 不要摸得走我們心裏面 屬於我們的香港 我們的文化 就是香港人 我們出發聲 去堅持發聲 我們要知道就好像蘋果日報的記者 編綽人員一樣 他們撐起了香港的新聞自由 直到最後一刻 戰鬥到最後一刻 我們知道一個自由的消息 除了是政府任何人提供我們之外 亦都需要人民的配合 亦都需要我們自己的耐性才可以完成 所以我們要堅持發聲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連一個擺街角的空間 完全符合法例 四個人擺街角的發聲的空間 我們都不站出來捍衛的話 這些這麼微小的空間 只會是我們都是拱手商量 奉送給這個政權 守住我們自由的底線 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 而蘋果日報的編措人員 正正示範了給我們看 為什麼去支持他們的自由 去他們的崗位奮鬥到最後一刻 在未來七一這個日子 我們正正就是會聯同不同的工會 民間團體去繼續去發聲 做著不同的議題 去講出我們的真相 屬於我們的真相 這一份堅持 我們希望可以給更加多的香港人看到 而我們這些街站 是希望給香港人看到 公民社會是願意站出來 繼續撐住這個僅有的自由的空間 接下来我們會請白領工會的理事去發言 各位好 我是白領工會的理事 其實想說的很簡單就是 過往的七一遊行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公民團體 會發聲的身份去上陣 用街站的形式 希望各位香港人要繼續 為香港的未來去奮鬥 就算我們現在還有的空間 是只剩幾小都好 有多一個人願意站出來 就是有多一份的力量 而普通的市民 可能不知道做什麼好 不要緊 其實在七一 你還願意穿件黑衣去出街 已經是一種表態 因為現在的香港 是連你穿著黑衣 黑口罩出街 都是會被人抄身份證 都已經是一種的危險 但是當我們整個街的人 都是願意穿黑衣 去出街的時候 去抄身份證 抄不了我們幾百萬香港人 這個時候其實就很需要大家記住 七一這個日子裡面 其實我們最需要做的是什麼 在我心目中 這麼多年七一的傳統 一直都是發聲 為香港發聲 為香港不平則名 過往的七一 我們其實很多新公會的政治素人 都只是一個參與者 或者可能連遊行都沒有去都未領 我自己本人就有去的 但是今年我們就被迫上陣 去做一個發聲的角色 去各區擺街站 而我們最需要的是 在這些街站裡面 還有很多香港人會來支持 會來一起關心香港的未來 所以希望香港人 七一我們的黑衣 一起全民黑衣 七一見 我們都會有 社民的代表王陽明的發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